大家好,歡迎來到恐怖一粒鐘的晚上 今天這個工作坏了,沒有了恐怖一粒鐘的字 以防大家不知道這個節目講什麼 這個節目就是講鬼故事,講一些神秘恐怖事 都講了一段時間,都不知道講了多久 我記憶中你寫了八百多集 還有我們每一次都有吹水環節 八百多集有多久時間不知道 八百多集當然知道,每天都在打字 八百多集有多久,十年好像不止 我們一個星期兩集,一個月有八集平均 差不多十年了 今天講什麼鬼故事 我今天想由我一個舊經歷去講出今天的鬼故 關於一個人在大廈遭鬼的經歷 因為有一個鬼故事很特別 我無意中找出來,我想起我以前的經歷很相似 以防大家沒有聽舊的節目,我講一講 我曾經一個人在大廈遭鬼的經歷 跟著告訴你那件事 你會找到可能有個異曲同工的感受在裡面 話說你有沒有自己一個人在一個大廈? 讓我看看,整層都是你的? 都有,整層 是的 我覺得未必算是,因為我以前做模特兒 我經常拿到地址去Casting那裡出工作 所以長期都自己一個人,我覺得沒什麼 可能我自己比較大膽 你說真的去靈探那些 真的去一個廢墟四層的全部只有我一個 我伴侶就在一個建築的外面 算不算? 不是很算 我應該先講出一個界定 那個界定就是 那個地方本身是有人住 或者有人上班的 定期有人上班 但是剛好那個時段 只有你自己一個人在 本來可能有一百人二百人在一個大廈裡面 但是突然之間有一天 譬如過新年 全部人回鄉下 那座大廈全部都是回鄉下 只有你一個人在這裡住 為什麼今天看家都不在這裡 坐升降機上樓 全部隔離鄰居都走了 只有你一個人在這裡 原本是有人住的 有人氣的地方 突然之間有人氣的地方就丟空了 這樣就沒有試過了 你沒有試過? 可能去晚上墳墻那些 本身是沒有人住 沒有人在那裡的 就有試過 零探就試過 但是你說這樣的情法就沒有了 不是那類 今天一講就是這類型的一個鬼故 話說我很多年前 讀高中的時候 有一次住了一間屋 那間屋是一些單身學生的宿舍 它有三層的 每個單位非常小 你當一百尺左右 每個單位 即是只有一個房間 沒有房間 進去一個廁所 一個宿舍 床 床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廚房都沒有 只有廁所 廚房都沒有 你要去外面煮飯吃 有一次 那座大廈一層裡面 大約有十幾個單位 大約有四十戶人居住 那時候我忘記了什麼假期 可能是一個long weekend 然後所有人都走 平時如果有人在這裡住 他又會出去煮食 有時會有些人氣的聲音 那天晚上真的一個人都沒有 因為我回來後我知道 一個人都沒有出來 那我睡覺的時候 就突然間門口有人走來走去 走得很大聲 是來回度步的 不是樓下的那個空間 因為樓下的空間都不在 都走了 回去的時候 放假的 後來就很吵了 走來走去之後 我心想沒有人 半夜都不會有人走來走去 然後我睡覺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 有人好像進了單位 坐在我床旁邊 我感覺到有人坐在那裡 很害怕 然後感覺到有人拿電筒照我的眼睛 很光的 有陣光照我的眼睛 然後就鼓起勇氣 一聲轉頭 是一個人都沒有 我覺得這個像外星人 那些被人擄走之前的畫面 那些畫面 在窗裡飛進來 然後就在你身邊 然後就叫你睡著了還是死了 然後就送你上 UFO研究 你說起UFO 你說起UFO 很少會說UFO 我真的覺得這個 你說起UFO 那我的朋友 就讀一間大學 叫溫沙大學 他就住在我後面街的 走路大約五分鐘 走到的地方 在那裡 同一條街 同一個地方 然後我的朋友 就有一天 就跟我說 他說 我叫他上節目 他不肯說 我怕被人笑 他就見到 有個UFO 飛了去 他的房子的二樓 他的窗外面 大約幾十米外面 很光 他說在那裡鑄圈 很光 然後 極速飛到美國那一邊 由加拿大 有一條橋 很近的地方 好像尖沙咀 去灣仔那麽遠 他說 那個飛碟很快 他的窗外飛了過去 他就很害怕 就過來 看見UFO 我年輕的時候 當然不太相信 你突然笑他 我沒有笑他 我都相信他說話 因為我朋友 不是很說謊的人 也不會這麼多年來 沒聽過他講 任何鬼怪和UFO的東西 只是一單 我幾十年都跟他做朋友 他也是某很知名的 軟件公司裡面的 亞太區的高層 這個人 他就跟我說過 都是那個地區 我那天究竟是見到 外星人抓去什麼 抓去鄰間 還是 看見鬼 我無意之中今天 就找資料 找到在北愛爾蘭 有一個地方 叫做Belfast 應該是北愛爾蘭的首都 中文叫做貝爾法斯特 北愛爾蘭的城市 他有一間大學 那個大學 叫做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 他裡面有一個住宿的地方 我想是那些學生宿舍的地方 其中有611號房 發生過跟我很相似的一個情節 我告訴你發生什麼事 這個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 是歷史非常悠久的一個大學 他1849年就已經開始辦學了 也是北愛爾蘭僱用員工最多的一個機構 這間大學僱用了3903個員工 是最多人上班的一個機構 很大的 亦都全球聯合國有紀錄以來 最古老的十所大學之中的其中一所 是 很古舊的大學 十大最古舊的大學 非常古老 有件事發生了一個人類的遺傳學家 他的名字叫做Ken 他是一個科學家 你知道人類遺傳學家 其實都是等於科學家 因為他經過很多論證 或者根據很多人類發展的架構 甚至人類學裡面的東西去看 他很厲害 遺傳學也懂什麼都懂 一定是科學家 他不相信有鬼神 他近年說出一個鬼故 關於在這間女王大學裡面 住過611房間的一個怪事 話說當年1981年 人類遺傳學家教授Ken 和室友躺在一間房間 是一個晚上的時段 他躺在那裡的時候 突然看到有一個人影 站在書桌旁邊 他又很奇怪 怎會有一個人影 站在那裡 而人影一出現的時候 他整間房間都充斥著一些音響 那些音響好像是收音機 或者電視機的雪花聲 那種音響 很大聲很大聲 而且他一動的時候 他將被子開始有人對抗他 或者有人拔他把被子推他 總之他怎麼動都好 他感覺到有一種阻力 在他身體的前後左右出現 但是也不是被鬼擇 當時 後來他就 什麼事 開始覺得奇怪 當時 而站在書桌旁邊的人影 開始向他的肩膊的位置移動過來 開始跟他肩拼肩地碰過來 他當時很緊張 腎上腺激素分泌 他立即撞到影子裡 因為他不知什麼事 想推一下他 看看他是什麼 是什麼 什麼的物體 誰不知他一推這個神秘的影子 那個影子瞬間就不見了 即是撲過空 我們先回來 撲過空之後 那間房間裡 時時殺殺以暗的聲音 就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 好奇幻 當他沒有了的時候 他就死了 這麼奇幻 他就問他 跟屋主的 夜晚來的 大家都在這間房間裡 一起讀書 那個人叫他James 他問 James 你看到什麼 剛才 很嚴重 有個黑影 然後有人拔那張被子 撞來撞去 James說 我看到那個不是黑影 是一個發光的物體 一個光球 他說那個光球 是看到有一個男人 慢慢慢慢走過來我們那裡 然後他離開我們很遠地 就飛了去 然後他臨走的時候 還看了James一眼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你知道那些大學的宿舍 可能左邊就是一張床 可能右邊是另一張床 黑影就可能由James那邊 就移過去Ken那邊 Ken就以為跟他肩拼肩 誰不知他在那個位置消失了 一個看到光明 一個看到黑暗的 令到他光得像這間房間一樣 好像有很大的燈 對 這件事大家都 1981年 充斥著很多奇幻的東西 new age的東西 可能剛剛產生 大家談了一談 就沒有一個很概括的結論 到了第二晚之後 他的樓層所有人都因為 星期六都回家了 全部都 只有Ken一個在 自己在 沒有人的 後來又是半夜的事份 開始奇幻的事就出現了 首先 電梯裡面的鋼纜 就開始有聲音 嘶嘶嘶嘶嘶嘶 你知道如果你 你知沒有香港的電梯這麼漂亮 古老很多 這些大學這麼久 於是他聽到電纜那種 鋼纜的拉斜聲 後來電梯門就響起叮咚的聲音 響電梯門 是不是有人回來 然後電梯到了 有一些非常清晰響亮的腳步聲 開始在他門口度步 和我上次經歷一樣 度步 到那些度步聲 到他門口的時候 突然之間停在那裡 那種停頓是一種 鴉雀無聲的聲音 其實我覺得永遠都是 那個停頓最害怕的 比你前面的腳步聲 就是停頓 對 試過兩次 很恐怖 後來他停完之後 突然之間 他的門 好像有人拳打腳踢 那樣 是非常暴力的 總之是拳拳勢下去 然後他感覺到那對門 整對門在搖晃 搖晃得很厲害 從上下好像撞到甩 後來他心想 都不怕 這裏都是比較多人居住的 沒有人 雖然回到家裡玩 到周末 你都不是很害怕 你不是說那些鄉村地方 他就鼓起勇氣 噗噗聲的時候 突然之間一下子拉開門 誰知一下子拉開門 是什麼都沒有 沒有學生 沒有奔跑聲音 還有只有對電梯門打開了 沒有回到樓下 很簡單 當然是出去看電梯有沒有人 電梯裡面是一個人都沒有 非常恐怖 跟我的經歷有點相似 如果他 我不記得有沒有聽到電梯聲 因為我那裏是走樓梯的 但真的走來走去之後 他中了進來有光 大家都看到有光 他看到那種是暗的黑色 我看到那種是他的朋友 James看到那種黃色的光 我的眼睛 究竟他看到的是什麼呢 這件事是未完的 當時他就發現 這麼恐怖 幾天之後 他就跟朋友說 只有你一個在這裏 會不會幻覺 會不會是所謂的 傳說中的讀書 讀到跳了制 這樣 到了之後 過了一年的時間 一年的時間 他就留意 因為他搬了一個單位 當時 他就想看回 身住在這裏 那兩條茂里 有沒有發生同樣的事 於是他一年之後 就問回那兩個人 他說 你們有沒有發生什麼奇怪的事 有沒有曾經 看到這樣的事 總之611號房裡的人 跟他說過 他說有一件怪事很奇怪 他說有一次 在床上睡覺 這個就是那個女王大學 裡面那個外貌 你看到嗎 大學這麼久的歷史 一定有一個建築 那個同學 新搬來的同學 他說 有一次有本書 很大本的 突然之間 就跌了落地 由書架到那裏 跌了落地 跟著 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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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 有一次有一個新住客說 有一次很怪異 他夢到一個法惡夢 夢裡面他看到整個單位裡面 刀刀叉叉 碗碟甚至乎一张桌椅在屋里面飞舞 亦都有一堆光出现 他为何会那么恐怖就吓得醒了 谁知道醒了之后他看到的东西是梦中梦 他以为醒了 谁知道还在梦中梦中梦中梦到同样的东西 他就很奇怪地说给Kent 这件事就没什么再跟进 他就继续去读人类遗传学的东西 后来过了很多年之后 他这件事就耿耿于怀 他就开始在网上讲这个问题 他就问一问 这个座院其实拆了 申起了一些新的东西 他说有没有一些旧生曾经在读过书 而住过这附近这几座大厦 这些都是学生宿舍 看过小的 有没有人有相同的经历 可不可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现在网上的人就非常相信Kent说的东西 因为Kent是一个科学家 还有他一世人说我不信有鬼魂的 都没有说过他有另一次见鬼的经历 他只有一个一次经历 他就想看看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就这样讨论 他有点像我的朋友 他一世人只说见了一次UFO 那你信不信他 我觉得这样才可信性很高 言之作作地说 你信他也好 还是不信他也好 听到这里你觉得那种力量是什么呢 魔鬼 妖精 灵魂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一看见光 我就联想是UFOET 电影的情节 有杂光 不知道 有杂光吸你上去拿你的卵子 精子 我不知道 你觉得他不是鬼 我觉得不是鬼 这么简单 但是有点很奇怪 鬼是会坐升级的 你刚才看见Kent说 是电梯上来先打开电梯门 鬼是走到门里 对不对 所以很新运的事情是鬼会坐电梯 鬼其实是不是坐电梯 还是一种意识形态 鬼会不会是地狱上来的 其实是地狱使者 都是坐那个电梯的 地狱使者 是吗 18层地药 负18层地药 你意识形态的 你不知道的 对不对 有机会 会不会是这样 他自从在网上说完这件事之后 有更多的资料就说出来 有些人就说 你没住之后 你不了业之后 他也一段时间才拆 当年有三个人曾经住过这间房 是 三个人的朋友都说 他的朋友死了 住过这间房的三个人 很多年之后已经死了 我想说他们已经算是很虚幸了 他们没有事没有干 只是这样有些古怪的经历 那James就不知道 可能他失了乱 那个 现在已经是一个六十多岁的人 遗传学家 他当然是没死 是吧 就是他当然是没死 那些人怎么死呢 他就想 喂是不是真的死了 那些救生说 他真的认识了个人 认识了个人 住在这间房 之后死了 总共有三个 他想知道是不是 我想知道他死了是近不近 他住这个宿舍的期间 或者是很近 忽了业之后 走了 还是自然 其实是新老病死的那些 现在 是没知道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人死了 只不过是一些谣传来的 那他说 想找多些资料 先和大家去分享 基于 Ken 是不信有鬼的 所以他就说了一个 理据出来 他说其实是不是 有一些 东西 当时 令到他产生一些恐惧 和焦虑的感觉 当你有很恐惧 和很焦虑的时候 你就会放大了你见到的东西 你见到一条 鹽蛇 只有这么小的 这么小的 你当时 可能很害怕 或者很焦虑 哇 鹽蛇这么大 飞过来 整条 哇 你见到一条鹽蛇 很小的 不要玩了 哎呀 我明白你说什么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 发觉一些梦 是很大个轮子 卷下来 就是会压死我 那些 我想是有时候 大家将 可能某程度上的压力 或者某些东西 放大了 所以我明白你说什么 那个 人类学家 维旅学家 说这个理论 但是他 问过很多人 曾经住过 大家就分享 他有什么经历 不止的 还有人有其他经历 也挺奇幻的 话说 有一个女学生 他就在女学大学 读书的第一年 就住在那些学生宿舍 那间大学里面 有一个不成文的 处理方法 只要你第一年在那儿读书 他一定会安排到 学生宿舍给你住 你不用怕没地方住 一定安排到 只要你第一年进去读 那个女孩 就第一年 进去 这里住 他安排了 住一个比较古旧的 一个 楼层 他当时就说 他住在7楼 跟另一个女孩 大家共用着一间房间 他也跟Ken一样 看到房里面 有东西在动来动去 还有有噪音 那些噪音 就是奇沙 奇沙 奇沙 那个女孩 知道那些噪音在哪里出来 她说在衣柜里面 有些很旧的金属衣架 凶壮的声音 那些金属衣架 互相刮 在刷的声音 你知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金属衣架 我知道哪一只 旧式 幼的那一只 金属 我小时候就没有那么漂亮的衣架 就是这些包胶衣架 金属衣架 我想是不是酒店 好像不瘦钢那样 真的会 叮叮叮叮叮叮 这样的声 他就说是 金属和金属磨擦 出来的声音 来的声音 于是他就知道这件事 就动来动去 有一次他就看到 书桌上有些 书 突然之间被人揭来揭去 不是风吹 以及窗帘会自己打开和自己关门 这个挺可怕的 窗门自己开自己关门 对 那个年代是不是还没有自动的东西 他和他的室友就吓得黏了线 即时走 即时离开一间房 但是他说这些那么奇幻的声音 和那么奇幻 移动窗帘 移动书本的东西 不是个个都看到 笨不是个个都看到 是小部分人看到的 有机会 你看到 你的同屋看到不到 同屋就会笑你的 傻子你看不到 是不是读书读到跳了阶 刚才我们就说 UFO 还是超自然的 未知力量 妖争 还是什么 他看到 有人形的 到最后 当时 他已经慢慢和朋友说 家屋有鬼 朋友就已经不太相信他 当然那个室友见过一两次 都可能搬了 怎样 有一天 他晚上 就睡醒 睡醒 他看到房里面 有一个学生 站在这里 很清楚看到那个学生 是穿什么衣服 和什么样子 他看到那个学生 穿着一件 毛衣 我想是一些 冷衣的毛衣 和一个 浅中式的 灯芯涌长裤 灯芯涌长裤 很久没见过 你记得是什么年代 我记得的 灯芯涌长裤 对 灯芯涌长裤 是不是 毛毛的 灯芯涌 是一间间 一个坑 你说得对 他有一点毛毛的 但是 现在没有人穿 不长毛的 一条虾一条虾 一条虾一条虾 很暖的 灯芯涌 是 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 八十年代尾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也没有了 应该是八十年代尾 我小时候 经常见到有人穿 灯芯涌 这些 这些裤子的 我自己我妈妈都买过灯芯涌 小时候买过灯芯涌 那些外套 给我穿 一暖到 出热匪 这些裤子 不知大家知道什么是灯芯涌 现在没人用这么傻的物料做衣服 又臆又不耐着 又起毛粒 又是散不了热的 没人穿的 小时候在我妈口中 经常说的 一个灯芯身心涌 另外 他见到那个鬼魂的学生 穿灯芯涌长褲之外 见到他穿了啡色的一双皮鞋 还有他有一个 姜黄色的头发 姜黄色的 大约金金的 又未至于很金的 又未至于柠檬的那种黄的 姜黄色的头发 他很清楚 当时他就不知怎样算好 有个鬼 在房间里 他是女孩子 他就把自己拿一张被子 套着头 当时 后面 然后呢 他就准备 他走了没呢 什么时候走呢 就打开一张被子 你猜他走了没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再说 好 好 感谢观看